大家好,我是小花匠 我这呢有一颗君子兰是春季的时候呢 就是留下的一颗 因为这个外形呢不是特别好看啊 但是呢它开花挂果 现在呢果实已经成熟 今天呢我就要把它呢给采摘一下啊 并进行一个播种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采摘 上面的这个果实呢已经全部的成熟了啊 直接把这个花间折掉就可以了 直接剪掉啊 不要剪得太低了太矮了 然后拿这个卫松纸呢 把这个花间上面呢进行一个包裹 防止呢这个枝叶呢流到花心 防止呢出现这个烂心的情况 现在呢要把这个君子兰 种子外边的壳呢给包掉 包掉之后呢 里边呢还有一层的这个薄膜 这个薄膜呢也是需要剥掉的 剥掉之后 要把这个种子呢给清洗一下 把这个薄膜呢给清洗干净 洗过之后呢可以看出呢还是蛮漂亮的啊 晶莹剔透的 但是呢种子呢有点小啊 但是我还是要种一下 看一下它发芽率呢到底怎么样 清洗干净之后呢我们还要进行杀菌 可以用这个高蒙酸甲或者呢多菌磷的进行一个浸泡 我呢用这个多菌磷进行浸泡 像这么一瓶水呢一丁点的多菌磷就可以了 大概呢是800倍 浸泡30分钟 这是已经浸泡好的这个种子 现在呢进行播种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播种的机制 可以用这个爆花松针珍珠盐 再或者呢就像我的这种用的是这个泥碳 椰康珍珠盐呢 混笔的啊 播种呢 扦插呢都是非常适合的 铺到里边啊进行浅埋 不要埋得过深 现在呢进行喷水 保持这个土质呢处于一个湿润潮湿的状态就可以了 今后呢浇水 土质干过之后我们再进行浇水 干过之后再进行浇水呢 发芽率呢可能会慢一点 但是呢可以防止呢这个种球呢烂掉 这个播种的温度呢 尽量在15到25度之间 这样呢是比较容易发芽的 我现在呢再拿一个薄膜呢 给它覆盖到上面 这样呢可以给它做成一个小的温室 可以提高花盆里边的温度 这样呢有利于深耕和发芽 这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播种过程 与其他植物的种植方法呢 也基本上雷同 我们再等一个月呢 看一下呢这个君子兰的发芽状态呢 到底怎么样 我们今天的视频呢也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养殖花卉的话 可以在下方呢进行留言 我们呢也会和大家呢进行一个探讨 我们下次见拜拜